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56年什么概念呢 细索一下中国古代的历史王朝中 能干到50年以上的也顶多有十来个吧 在这56年期间横向对比的话 你对比他的一个竞争对手 赵国 燕国 楚国 齐哥 齐国这四国的时候 一会很牛逼的人物都被他熬死了 然后呢 你再对比数项对比的 对比他爷爷 他爸爸 以及他的一个子孙后代 然后呢 这些都没有一个由他获得时间长的 那具体来看一下吧 就是说赵国 赵武陵王的时候是公元前325年到299年继位 在位27年 这是比较牛逼的一个人物吧 在这个 在这个秦昭湘王这个统治的前妻也就给挂掉了 燕王就是燕昭王也是牛逼的人物吧 是公元前312年到279年再位 再位34年 也是前妻的时候就挂掉了 然后楚王 楚国的楚怀王就是那个那个很牛逼的人物 他是在公元前299年就挂掉了 再位30年 呃 这个还有齐国 齐国里边也没什么牛逼的人物吧 反正齐宣王还好吧 是319年继位 公元前301年就给挂掉了 再位19年 也是在前妻给挂掉了嘛 呃 你就说这些对比他的一个牛逼人物 赵武林王也好 燕昭王也好 或者说是什么楚怀王也好 楚相王也好 齐宣王 齐宣王之类的 都是不怎么怎么有名的王 或者说有名的王 就在他的前妻给给给很容易给挂掉了 就是说他的一个中后期大家看历史 看电视或者知道历史 知道 看电视或者是看历史的知道他的前妻是被他妈给控制的嘛 然后他前妻这些牛逼的王都给干掉了 都死掉了 然后后期的时候他执政的时候这些王 呃 都没有了 然后就是他的一个天下了 整个皇国 整个六国吧 这个呢 对比他的祖先 秦孝公呢 是公元前361年到公元前338年再位 再位24年 秦惠王他爸爸 公元前337年到公元前311年再位 再位27年 然后呢 秦武王他哥 然后呢 是公元前310年到公元前307年 总共再位了4年 他儿子秦孝文王就再位了3天 他孙子秦庄襄王再位了3年 他冲孙子秦世皇再位了37年 然后呢 他再冲孙子就是秦二世再位了3年 你看一看 这个整个自孝公改革以来 就是他的载位时间最长了 第二点原因就是说是秦王朝的一个崛起 或者说是 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今年累积的 呃 主要经过前面几个人吧 就是经过秦孝公秦惠王以及秦武王吧 呃 这个从秦孝公到这个秦武王总共56年的时间里呢 秦国的法律啊 这个逐步的完善 秦国的疆土呢 逐步扩大 而秦国东京的目标的策略呢 也逐渐的新兮 秦国的生活实力也增强 没有多年的挣扎累积 哪有秦惠文王的一个称王 哪有什么秦武王去举顶 哪有什么秦昭乡王能称帝以及灭东周呢 呃 具体的来看呢 就是说秦孝公的时候有什么成就呢 中游商变法 然后呢 奖励更战 由都城由岳阳迁租到咸阳 然后建立一些建立限制行政网 开迁末什么之类的 增加农业生产 然后又又又与这个楚国和亲啊 然后呢 这个攻打赵国啊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都奠定了一顿基础吧 到陈惠文王他爸爸的时候呢 嗯 北扫玉渠 西平巴蜀 东出寒谷 南下商鱼 我靠牛逼的王啊 对不对 是也是这个秦国自宫改为王的第一人 到他哥秦武王的时候呢 这个也比较有有成就吧 在位期间 然后凭楚国的乱 然后射成将 拔夷阳 治三川 耕修田绿 修改封疆 疏通河道 这个筑基修桥 这些都是秦武王干的事儿 然后呢 秦武王四年八月的时候 然后还上周国的去举顶 举什么龙文赤顶 结果给砸死了吧 哎 可惜没有孩子 然后最后这个就把这个他的弟弟这个迎击 然后就是迎回宫 迎回了国就是秦昭乡了 这看看这种大型帝国崛起的都知道 呃 再有一点就是确实可行的一个国家战略 战策 首先第一点呢 是张仪的连横 就是张仪连横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连横 横是横着的 因为秦国在西边 然后他是从西到东算是横 然后其他六国是从上到下算是纵 就是连横以破和纵嘛 呃 就是这个战国策记载张仪啊 对秦昏王说这个连横对抗河中的政策 今秦地形 断场续短 方数千里 名师说百万 秦之号令赏罚 地形厉害 天下莫如也 以此与天下 天下而不足 兼而有之 要瓦解六国联盟 就是先 据王 据赵王涵 陈金楚 这个陈金楚 魏啊 亲齐焉以成王霸之策 就是在公元三百八 一十八年的时候 公孙衍发动了这个魏 赵 韩 焉 楚 五国共同公秦 以这个楚怀王为宋长 呃 结果是张仪利用欺骗的方法呢 破坏了齐楚的一个联盟 五国以失败告终 此后张仪先后到齐国 赵国 燕国 说服各国诸侯连横以亲情 在秦魏王执政期间合纵 就是也没有升过连横 这是他爸的一个政策 他给 有一定的基础吧 在他的政策期间呢 范遂远交进攻 呃 这个范遂呢 就是公元二百七七十年的时候 秦昭王准备罚齐的时候 范遂就建议应该先攻打附近的邻国韩魏 然后着部推进 同时为了防止齐国与韩国卫国结盟呢 秦昭王派史禅与齐国结盟 呃 就是说这个 我远 我不打远地方 而且是只打近地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这个近地方打了以后 你得寸 就是你王之寸 得尺就是王之尺 大家远地方这个东西还不好管 对不对 就是这个思路嘛 然后秦始王也继续采与远交进攻的政策 然后呢 远交齐楚首先攻一下了韩魏 然后又两一进兵攻破了赵燕 统一了北方 继而攻破楚国 南平令南方最后灭掉齐国 短短十年时间就能完成统一 就是继承了他老祖宗的这种远交进攻的一个政策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是一朝定前空或者一站定前空吧 这一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 呃 长平之战是秦赵的一个国力的一个总博弈 耗时三年 双方投入兵力近百万 最后呢 是这个赵军全军覆没 被秦军斩杀四十五万 而大败秦军伤亡二十万 以惨胜吧 呃 从此秦国东出 然后再也没有国家与秦国抗衡了 这个战争背景实际很简单 就是说这种公元二百六十二年秦国攻打占领了韩国的野王 但是还把韩国上党和这个奔 上党与本土联系的完全割断了 然后韩王想让郡庭 郡守封庭呢 然后把这个上党献给秦国 但是封庭这哥们呢 呃 就不不不鸟这个韩王的令 而且对秦国特别有抱怨 他就这个 这个同上党上党的百姓呢 把土地献给了这种赵国 掌用赵国的力量这个对抗秦国 诶 赵小龙王这哥们呢 年轻其成 禁不住诱惑 然后就接受了上党 接受了上党 引起了秦国的不满 然后秦国就决定出兵攻打赵国 公元260年的时候呢 秦将王和向长平的赵军发动了攻击 赵小成王命连坡呢 来迎战 但是赵军数战不利 连坡呢 这个依托有利的一个地形呢 采取防守的一个政策 呃 当赵军战争失利的时候呢 赵小成王就跟大臣商量了 这个也太费钱费力了 我们要跟秦国来来来和议和吧 就把大臣郑珠到秦国去求和 然后秦国利用这种秦赵求和的机会呢 就对赵国的使者郑珠大献殷勤 然后就说这个并向各国大肆宣扬 然后说是这个我们俩已经求和了 你们不要再来掺和了 然后呢 就是赵国就被孤立了 就是说 这里边就是说 为什么秦赵打架的时候 其他各个国家没有帮赵国也没有帮秦国呢 就是这个原因吧 秦国的丞相范随呢 又派人贿赂赵国的一个重臣 然后实行反年纪 说我们谁都不怕 我们谁都不怕 就怕这个赵社的儿子赵阔 这个赵阔这哥们是个纸上谈命嘛 然后呢 这个赵小成王看连坡连续守 而且不战 就想到 哎 人家都说赵阔好 然后就把赵阔给换了 这个 呃 就在这个秦 就在这个赵孝成王换赵阔的时候呢 然后呢 这个秦国呢 就是 就是也开始把这种 这个 呃 把这个五安军白起调过来了 为了一举能干掉这个赵国 就是把五安军白起 呃 换 调到了前线 为上将军改王和为副官嘛 白起呢 就是 采取了洋装溃败的一个政策 然后呢 引赵阔来打我 打他 然后最后 赵军急于求战呢 然后呢 就是陷入了秦军的包围签 最终赵军被困了四十多天 最后穷的都吃老乳吃土了 呃 没能多次次围也没有成功 赵阔这种就被秦军乱戒射死了 然后赵国的军队呢 就是也没有主将的指挥 哎 被这个 白起给收降了 就收降以后呢 呃 不好管理 不好处理 就被杀了 就是说坑杀四十万 我估计没有四十万 可能有 有有有万把多人吧 呃 战争的结果 长明之战以秦国大获全胜而终了 战后呢 赵国的元气大伤 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完全对抗了 呃 总之 总结起来呢 就是说秦昭湘王之所以能使大秦帝国崛起 无非就以四个 一是自己在位历史时间长 这种熬死了这个有名的这种竞争对手 呃 二呢 就是说这个 祖宗的一个攻击的一个累积 这种长城也不是一天见起来嘛 第三呢 就是政策运用得好 远交进攻 第四就是 呃 一战定前坑 而把赵国给给彻底的打伏打趴下来 就是长平之战了 好了 以上就是说老张对于这种秦昭湘王为什么能崛起的一个一个原因来分析吧 呃 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